将于本月23日登陆央视一套黄金档的红色主旋律电视剧《弹孔》 近日在北京举行了开播发布会 导演正方男协主演郭涛、薛佳宁、侯勇等悉数亮相 扩别音频四五年的郭涛首度回归就接拍了军律题材的电视剧 转型成功之余也圆了他的军人梦 大家都知道就是作为男演员来讲 特别是有想法的人来讲 都喜欢演想演一个军人 这是一个夙愿 每个男演员的梦想 是的 所以我觉得能够有这样一个薛佛天这样一个角色让我去诠释 算是圆了我一个军人的这样一个梦想 本片中郭涛有大量的动作戏 他透露在拍第一场爆炸戏时就受了伤 还险些破了像 最深的就是我拍第一场舞戏的时候 叫大戏 我就是我们全剧的青展戏最精彩的那一部分的时候 一上来很多个扎点 砰一个扎点就扎到我眼睛这儿了 当时都快崩溃了 我是这一上来就 不会把我脸都破笑了 你看这个可能比一眼球也就大概这么 很危险了 对确实是很危险 所以对于我来说我在表演上还是有很大的提高 不光是让观众看到的有些喜剧的小小的喜剧的元素 同时呢还能看到这个人 这种军人身上的这种气质 这种魄力 特别是对于这个女孩子的那种感情啊 还有这种借机友情啊 都能够表现出来 能看出来这个 池霍天这个人应该是一个 我觉得很生动的 很生动的一个人 应该既像既亮剑之后的那样一个 比较经典的一个传奇性的一个人